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连忙点头 好的好的 和顶头上司相亲 喝什么重要吗 他淡淡扫了我手机一眼 下班了还挺忙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有点冷 我立刻扣下手机 露出殷切的营业微笑 是最近的一位客户做一些咨询 奇缘没烧羊了羊 想不到李小姐对工作这么上心 这是讽刺吧 一定是吧 我不过就是今天下午开会的时候 小声嘟囔了一句 这场会再开下去 我相亲对象 怕是要跑了而已 你干嘛这么记仇 我捧着咖啡杯 拼命挣扎 可 奇总 我之前那些话都只是随便说说的 我的心都在您身上啊 奇缘看我的眼神变得微妙 不是 我一死 我一腔热血 都奉献给了公司 公司是我家 我泪流满面地试图挽救 奇缘淡淡嗡了声 估计也懒得理我 我从来没觉得时间如此难熬 干了这杯咖啡我能不能直接走人 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 一道女生传来 阿元 我回头 就看到一张明艳精致的脸 那女人看着奇缘 神色惊讶又惊喜 想不到会在这里碰见你 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 这微红的脸练艳的眼 瞎子都能看出来 她喜欢奇缘了 而且听这称呼 两人应该还挺熟 她好像才看到我 啊 你是不是不太方便 我大喜 正打算说方便非常方便 就听奇缘诞生开口 是不方便 那女人脸上的笑容也凝了一瞬 但很快又恢复如常 哦 这样啊 那她是你 奇缘你了口咖啡 声调散漫 家属 我清楚看到对方 那张漂亮的脸上 写满了干大二字 好吧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等周末我再去拜访叔叔阿姨 她给自己挽了个尊 往外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她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掺杂了一点 对我似有若无的忧怨 我更忧怨地看向奇缘 奇总 家属 刚才你不还说 公司是你家吗 很巧 公司也是我家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那是你家开的公司 你当然能理直气壮 说出这话来了 可关键我跟你 这是一个意思吗 打工人打工人 下班还得给老板当挡箭牌 没加班费的那种 我看了眼墙上的挂中暗示 奇总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 奇缘放下杯子 李雪月 你很忙吗 毕竟是上司 面子还是要给的 我很委婉 没有没有 就是您时间宝贵 我不敢耽误 奇缘懒生 那我们效率快一点 我一脸懵地看着他 他提醒道 我的学历工作家庭情况 你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啊 谁不知道 您腾校毕业家是出色 工作那就更扯了 是我老板 这有什么可问的 奇缘显然没想到 我这么干脆 顿了顿 又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到 没有前女友 没有暧昧对象 刚才那个是 世交叔叔家的 不熟 哦 人家看你那眼神 交谈的语气 那叫不熟 那直接说 咱们不认识好了 不过 奇缘居然没谈过 就他这条件 追他的 给排十里地了吧 公司上下的女人 以及部分男人 对奇缘的感情经历 其实都很好奇 不过毕竟是老板 大家只胆小声嗶嗶 没人敢真的去问 我将信将疑地看他一眼 哦 奇缘看着我 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 这是他不耐烦时候 惯有的动作 我心一跳 就听奇缘 严谨一概 你 哦 我 我的情况你应该 也了解得差不多 当初进公司面试官 就是奇缘 我的简历都被他看过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我还是识趣地 补上一句 那个 我也没有前男友 上学的时候 不让谈恋爱 毕业了恨不得我 立马结婚抱娃 我爸妈的脑回路 我也是不懂 奇缘点点头 似乎对我的回答 还算满意 在我第三次偷看挂钟的时候 他终于站起身 走吧 送你回去 我受宠落惊 这怎么好麻烦你 你不是挺着急的吗 奇缘这话听不出语气 但反正我觉得不是什么好话 我闭上了嘴 小心翼翼上了他兵力的副驾 虽然气氛微妙又尴尬 但我心中还是喜悦 占了上风 瞧瞧 能让老板当牛做马 多难得的机会啊 车停在小区楼下 我再三道谢 欢欢喜喜下车 奇缘看我一眼 似乎也笑了一下 举手之劳 不用谢 当然得谢了 您不知道发财 特别喜欢闹小脾气 我晚回来一会儿 他就不高兴 引着奇缘微凉的眼神 我自杀的心都有了 伴上他语气平静地问 发财 他的眼神明明白白 我开兵力送你回来 就是为了让你去遛狗 我有点为难 那要不骑走你也一起 奇缘看我的眼神更凉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不就费了你一点油钱吗 你至于这样 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 那回头我请您吃饭 奇缘这才点了点头 打了方向盘离开 虽然请奇缘吃饭 会让我胃口不好 还会让我的钱包哭泣 但换个角度想 就当给他结算的司机费了 毕竟打个兵力的概率 也不是很高 而且别的不说 他那张脸 真的可以按小时收费的 这么一想 我又快乐了 刚一进门 发财就热情扑了上来 发财是一只萨摩 一岁零两个月 体型可观 虽然偶尔喜欢闹点小脾气 但谁让他长得漂亮呢 我带他下楼完了半小时 怎么都不肯回去 于是最后 我又被他遛了半小时 再次回到家的时候 我已经废了 直接摊在沙发上 发朋友圈 我认栽 顶级美貌 总有任性的资本 一分钟后 周宇迅速打来电话 卧槽 你们进展这么快的吗 我十分茫然 我说发财 哦 打扰了 我回过沃尔来 连忙去翻那条朋友圈 齐元点了个赞 我在夸狗子 不是在夸你 更不是在表白呀 但这话 我怎么跟齐元说呢 除非我不想干了 于是最后 我选择火速 删除了那条朋友圈 这天晚上做了个梦 齐元开着那辆兵力 我在后面拼命追 累得要死 跟特么我溜发财似的 第二天早上 我顶着黑眼圈 暗怨万分地去了公司 同事黄楚波 递过来一杯咖啡 月月 昨天没睡好啊 喝杯咖啡提提神吧 我犹豫了下 黄楚波和我同期进的公司 本来我们关系不错 不过察觉到 他好像想追我之后 我就有意拉开距离了 他实在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而且他这人怎么说呢 有点中央空调 谢了 不过我喝咖啡 只喝拿铁 黄楚波不放弃 又笑呵呵凑过来 这样啊 正好公司附近 新开了一家咖啡馆 听说还不错 旁边的那家烤肉店 也很好吃 要不一起去打卡 我有点烦了 正要开口拒绝 一道冷清低沉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你晚上有约吗 我连忙回头 齐总 齐元淡淡扫了黄楚波一眼 又看向我 不是说了一起吃饭吗 当然如果你另外有急事 也可以改天 开什么玩笑 谁有那个胆子 和齐元争 黄楚波神色尴尬地往后退了退 月月 原来你和齐总约好了呀 我恨不得抓住齐元的手 大喊一声 谢谢同志 虽然昨天我只是随口一说 但现在既然齐元主动帮忙 那当然没有不配合的道理 我冲着齐元 亲情奉献一个十分真诚又狗腿的笑容 哪里哪里 我没其他约的 再说 就算有那也没您重要不是 我晃了晃手机 你想吃什么 我挑一挑 齐元说道 你挑就行 也是 资本家的时间何其宝贵 怎么会浪费在这种小事上 我拍胸脱 好 您放心 我一定选个让您满意的 齐元嗡了声 下午在茶水间 听见几个同事凑在一起聊天 语气兴奋 齐总今天心情好像很不错 我也觉得 刚才有份文件送错了 他居然都没生气 妈爷 齐总那张脸本来就够帅了 在稍微天上那么一点温柔 真是要命啊 我端着杯子 深沉地走过去 齐元要不要命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要我钱 想挑一个让齐元满意 又让我满意的餐厅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这男人浑身上下都写着我很贵 我衡量问一下油价 好不容易选了一家价格可以接受 评价又不错的西班牙餐厅 发给了齐元 齐元回了一个高贵的恩 表示同意 让我欣慰的是 下班后我又蹭了一回他的车 说实话 这车柜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真皮座椅 比我那工位好做多了 选的餐厅装修很有格调 抛开面前的齐元不说 这里真的是个适合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我拿着菜单 思索着是该先道谢 还是先解释昨天那条朋友圈 说吧 显得我很没事找事 不说吧 好像总哪里怪怪的 齐总 我刚开了个口 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 月月 嗯 我惊恶抬头 就和我亲爱的爸妈 大眼对小眼 爸 妈 听见我这一声 齐元也回头了 于是我清楚看到 我爸妈的眼神迅速从我转移到了齐元身上 短暂的沉寂后 他们眼中齐齐爆发出了惊喜的火花 月月 这是你男朋友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他们两个就已经迅速闪了过来 一分钟后 我和齐元坐在了同一边 而我爸妈坐在了对面 我妈冲我挤眼睛 月月 怎么不介绍一下呀 我一口气堵在胸口 齐元顿了顿 微微偏头 温热的呼吸洒落耳锅 压低了声音 李雪月 就算你对我很满意 现在见家长 盛事有点早了 我想解释 可现在这情况 哪里开得了口 托摩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爸妈 两人笑得合不拢嘴 眼中带着明显的对小情侣 意外小动作才有的纵容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本来我还担心 这顿饭肯定会吃得十分尴尬 但出乎预料的是 齐元从头到尾 居然都很是客气有力 我爸妈和他聊什么 他都很有耐心地接 甚至中间还顺带介绍了桌上几道西班牙菜 任谁看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挑不出一点错来的那种 我爸妈笑得更开心了 对了 还没听月月提过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爸一脸好奇 我抢先回答 我们在同一家公司 我爸了然 哦 同事啊 舅 您真要这么说也确实没什么毛病 想不到月月还有你这么出色的同事 我妈看齐元的眼神 简直满意得不得了 你们平时工作都挺辛苦的吧 还好 我妈摆摆手 听月月说你们公司的那位老板特别事 你们肯定很累的啦 齐元一顿 挑眉看了我一眼 就这一眼 我感觉我凉了 他缓声开口 离 他没跟叔叔阿姨说 我 我想都没想 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 急急拽了拽 别说啊 给我点面子 虽然我也不想 我爸妈误会 但更不想听他们整天念叨啊 我毫不怀疑 如果这会儿我说 齐元不是我男朋友 那么他们明天就能找到十个相亲对象 让我一个个去看 要不是这样 我也不能那么干脆地答应了周宇 齐元垂眸看了眼我的手 定格片刻 又抬眸看我 他的眼筒很黑 睫毛很长 这样近距离看过来的时候 便很容易显得专注而认真 我哀求地和他对望 眼巴巴 片刻他率先移开了目光 画风一转 便换了个话题 不得不说 有的人天生自带气场 不动声色间 就能轻易掌控全局 我爸妈处在看女婿 越看越满意的快乐中 根本没注意到 这小小的插曲 煎熬的时间好不容易过完 临走的时候 我妈还暗暗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月月好样的 走出餐厅 我看着走在身边的齐元艰难开口 齐总 实在是对不起 我保证 今天这事真的只是个巧合 虽然住在同城 但爸妈家离公司太远 我就搬出来了 哪里想得到 他们两个今天来的兴致 跑这么远来约会 齐元不治可否 没关系 早晚都一样 怎么好像哪里不太对 爸妈那边可以暂且瞒着 但齐元这边 真是得尽快说清楚了 没等我开口 齐总已经上了驾驶座 同时递给我一个上车的眼神 我坚决摇头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的 到底不是情侣 这怎么好意思 他看着我道 确定 肚子里突然脚痛 我扒拉着车窗 满心绝望 那个 好像不是很确定 齐元开车 送我来了医院 急性肠胃炎 我很惆怅 什么时候生病不好 平面日这个时候 这下可好 又欠了齐元一个人情 小姑娘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啊 旁边的一位病友阿姨 一脸羡慕地看着我 刚才他可以一直为你忙前忙后的呢 我艰难开口 阿姨 您误会了 他不是我男朋友 阿姨愣了一下 然后迅速反应过来 那就是你老公了 我正想说点什么 阿姨看向我身后 小姑娘 你老公回来了 我下意识回头 就撞上齐元看过来的 有那么一点点微妙的眼神 我不是我没有 这真的不是我乱说的呀 因为激动我不小心扯动了手上的针 刺痛感瞬间传来 一只修长白皙的手 按住了我的手腕 声音低沉清冷 别乱动 这下我一个字也不敢多说了 只能拼命点头 齐元在床边坐下 又看了我一会儿 片刻他按了按眉心 像是无奈 又像好笑地开口 平日里工作的时候 倒看不出来这么呆 你说谁呆 忍了又忍 我斗胆小声避避 我生病了 齐元倒水的动作一顿 我连忙闭嘴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余光却披见他唇角弯了弯 大约是我脸色真的不太好 他难得狂妄大量没和我计较 把水递了过来 我急忙接过 谢谢齐总 不小心碰到他微凉的指尖 却又不知为何 好像带着灼热的温度 阿姨在旁边笑得鱿鱼 新婚吧 小夫妻就是要有点情趣的嘛 我差点被这一口水呛死 剧烈咳嗽起来 一只手昏落在了我的后心 带着轻缓而不容忽视的力道 轻轻拍了拍 我眼泪汪汪的抬头看向齐元 齐元淡淡瞥我一眼 那眼神明明白白别说话了 两个小时后 吊针终于打完 齐元把奄奄一息的我送回家 一路上我都沉默望着窗外 想着今天算是把这辈子的脸都丢尽了 之前打算要和齐元解释的话 这会儿也说不出口了 人家今天帮了我这么多 我现在这么干 那不成了信不杀驴了 不行 坚决不行 你脸色不太好 确定没问题 下车前齐元看着我 又问了一句 我一边开车门一边点头 没问题的 我身体向来好的 一只脚刚刚踩着地 我腿一软 差点直接跪下 心里暗骂这肠胃炎居然把我搞虚脱 面上还是得维持一下体面 我坚强地抓着车门 正打算缓缓劲 就听见另一侧车门开合的声音 齐元走了过来 我抬头正要开口 忽然腰上一紧 身体瞬间腾空 齐元把我打横抱了起来 隔着衣衫 依然能清晰感受到 他坚韧的肌理线条 以及身体欲贴的温热 清冷低沉的嗓音传来 轻飘落在耳畔 几楼 我忽然心跳如雷 慌忙避开了他的眼睛 七楼 齐元抱我进了电梯 还好这个时候已经太晚 电梯里没什么人 然而我很快发现 越是这样 越是折磨 安静的电梯内只有我们两个 我甚至能听到 他胸膛下规律的心跳声 中间有无数次 我想申请下来 但怎么都开不了口 时间流淌 煎熬又迅速 没等我想好说辞 电梯门已经开了 他低头看我一眼 我简直扶置心灵 瞬间秒懂 又 右边703 我租的是一个一居室 门刚开一团白影就飞了过来 汪 发财 我终于找回神志 手忙脚乱 从齐元身上跳下来 一个没站稳 又被他拉了一把 谢谢齐总 我恨不得当场给齐元 来个180度鞠躬 以表诚意 确定不需要再去趟医院 齐元看我的眼神 带着那么点怀疑 不用 我睡一觉休息休息 应该就好了 这大半夜的 齐元待在我这种感觉 哪里不太对 那个齐总 要不要我送您下去 齐元没什么表情的 看了我一眼 回想起刚才问了什么 我只想咬断舌头 李雪月 你紧张什么 齐元忽然问道 谁紧张了 我顿时乍毛 立刻就要反驳 但最后还是只能善善一笑 开玩笑的 主要今天已经够麻烦您了 我就不多留您了 齐元似乎也无心 因为这些小事计较 毕竟确实很晚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发财忽然追了过去 咬住了他的裤脚 十分热情而无赖地 试图留住齐元准备离开的步伐 齐元低头看了眼 又缓缓抬头 看了我几秒 我连忙扑上去 试图把发财拽回来 发财快松嘴 听见没有 但大概是今天回来太晚 没有遛他 平常这小窝居又没来过其他人 发财热情似火 黏住齐元怎么都不肯放开 他那么大一驮 我实在是有点拽不动 忍不住扬升 离发财 你知道这条西库有多贵吗 你妈我赔不起呀 哎我去 发财一下松嘴了 我一个没注意跟着亮枪了两步 这下来得太突然 直接给我搞懵了 但我还是第一时间按住了发财 看向齐元的裤脚 他这身阿玛尼高定 就是卖了我和发财 可能都不够赔的呀 还好除了上面留下了几道褶皱和可疑的痕迹没破 我长舒一口气 还好还好 一道凉凉的目光看过来 齐元没什么情绪的问道 还好 和他对视的一瞬间 我立刻意识到我犯了致命错误 齐总 您 您没事吧 刚才我看发财应该没咬到他 但他这个反应 我一颗心悬了起来 齐总 您被咬了 那我送您去打一秒 砰 齐元留给我一个潇洒的背影 以及一扇紧紧关上了门 这男人的脾气也太阴晴不定了点 我教育了发财一顿 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卧室 想到刚才齐元送我上来 我忍不住点开手机 跟周宇小声嗶嗶 我发现 齐元体力很可以啊 可见健身房没白去 后面半句 我还没来得及发出去 对面就回了一行字 看来你的体力也很可以 还有精力想这些 我瞪着对话框上方的 齐元的名字 豁然起身 这一晚上我又没睡好 午餐的时候 周宇看着我一脸震惊 月月 你这是休闲度节了 我麻木摇头 又点了点头 就昨天晚上的情况 还不如让我被雷劈了 他又好奇地压低声音 昨天那事你还没说完呢 你们和叔叔 安姨分开之后 怎么样了 我叹了口气 也没什么 就是聊了一下 他体力好不好 周宇差点直接谈起来 直到周围同事开始往这边看 他才连忙捂住嘴 然而 他看我的眼神 写满了兴奋的光芒 虽然以我的身份 说这个不太合适 但是表嫂我真心想说 你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刚才那个问题的完美答案啊 我绝望抱头 快别说了 我可能要带着发财流落街头了 接下来我把昨天一系列抓码事件 跟他复述了一遍 到最后他的表情已经和我一样 生无可恋 我咬咬牙 握住他的手 周宇同志 怎么说你也是老板的表妹 你说点好话 应该能让我保住工作的吧 周宇反握住我的手 眼泪汪汪 我觉得我可能比你先走一步 你不知道 舅舅就骂摩了他多久 他都不肯点头 这次还是我以性命担保 表哥才答应相亲的 我心挖凉 这么说 我还夺走了他的第一次 我完了 他该不会被我搞出相亲心理影吧 周宇没说话 我哭泣 连手里的小鸡腿都觉得不像了 那我要不去跟他道个歉 周宇还是没说话 我头疼不已 可我之前也没经验啊 哪知道居然就相道了他 谁还不是第一次啊 周宇眼角抽动了两下 我有点担心 怎么了 你眼睛是不是不舒服 周宇气落油丝地冲着我身后喊了一声 表哥 我脑子一空 连头都没赶回 但那道熟悉的声音还是传来了 李雪月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脚步虚幅地进了齐员的办公室 他正站在办公桌后斜斜靠着 手里拿着一份资料 齐总他抬头看了过来 神色淡淡 有什么要说的吗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这话我万万都敢说出口 思来想去 我觉得这是个合适的机会 把误会都和他说清楚 于是破冠破摔 齐总 这几天多谢您的照顾 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些问题 这事从一开始 便都是错的呀 齐总 然而没等我说完 他定定看了我几秒 忽然反问 你想分手 不对 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齐总 我们 我颤抖着手 指了指他 又指向自己 好像不具备分手的前提条件吧 他没心威廉 不认账了 这又是说的什么话 但是迎上齐元 看我犹如看一个渣女的目光 我又动摇了 难道我真的在脑子不清醒的时候 和他谈了一场恋爱 反复思索 我觉得是真没有啊 大概看我熊目不可雕 他开了口 咖啡甚至一起喝的 是 是啊 但那不是相亲的常用模式吗 你生病是不是我送你去医院的 也是啊 可当时我那不是情况紧急吗 而且我也郑重道谢了 还请他吃了饭 齐人与其平静地补充 连家长都见过了 他就那么看着我 意思很明确 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现在你提起裤子不认了 我欲哭无泪 不对 齐总您真的误会了呀 眼看事情开始朝着未曾预料过的方向疯狂发展 我也顾不得其他了 只能硬着头皮和他解释 齐总 其实我一开始答应相亲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是您 我要是知道 绝对不会答应的 不不 您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您这条件 我真配不上啊 还有后来那些 真的是误会 我坚持着结巴巴说了一堆 总算是把事情都解释清楚了 但同时我也觉得 我凉了 弱大的办公室里 一片死寂 过了许久 齐人才开口 所以相过第一面之后 仍然保持联系 并不代表你默认我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您是我上司啊 再说了 您这是从哪听来的邪门歪道 我现在真的相信 我确实夺走了齐人的第一次了 人这表现确实是没经验 虽然我也没有吧 我深吸口气 鼓足勇气 齐总 虽然是相亲 但是两个人谈恋爱的话 也还是要 要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仪式的吧 最起码得说一声喜欢 明确关系 两人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才比较合适 您觉得呢 说完我就垂下了脑袋 脖子凉嗖嗖的 过了好一会儿 齐软冷清的声音响起 我知道了 直到回到自己工位 我还有点没回神 他居然就这样放过我了 我那么不给他面子 他居然还留了我一条小命 玉玉 齐总喊你什么事啊 黄楚波又凑了过来 带着几份试探 又要一起吃饭吗 这个又字让我有点不舒服 而且他说话没压低声音 周围好几个同事 都往这边看 神色八卦 玉玉 你是不是在和齐总谈恋爱呀 恋爱没谈 不过倒是分了一次手 我心里嘟囔了一句 再这么传下去 还不知道要成什么样了 齐总就是交代一些 工作上的事情 没别的 我说着 鬼使神差 又往办公室那边看了一眼 正好看到齐软从里面走出 两位秘书很快跟上 看起来很忙的样子 不是看起来 他的行程本就安排得很满 这么一想 他这段日子真的在我身上 花了不少时间 齐软带人从旁边走过 一如既往的清冷金贵 未曾往这边看过一眼 我摇头 小声澄清 另外 我和齐总也没在一起 齐软脚步未停 似乎并未听见 黄楚波笑容明显了许多 那这样的话 晚上单身聚会 好几个同事都去你去吗 旁边几个同事也一起怂恿 很有兴致的样子 我下意识抬眸 却只看到齐软 齐长挺拔的背影 消失在拐角 我收回目光 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好 晚上烤肉店气氛热烈 但我兴致缺缺 因为刚得了一次肠胃炎 这些东西 我基本只能看看 我摸了摸可怜的胃 一声长叹 想到肠胃炎 就不可避免 又想到了齐软 尤其他今天离开时候的背影 不停在眼前浮现 搞得我有点心烦意乱 说实话 如果他生气 我倒是不会觉得有什么 可偏偏搞了这么大一个乌龙之后 他居然只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就放过我了 怎么真搞得我像个玩弄人家感情的渣女一样 周宇坐在我旁边 月月怎么不吃啊 是不是想你家狗子呢 我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周宇没看懂我的眼神 试探地问道 那这块烤小羊排 你不吃 我替你吃了呀 吃吧 我捧着杯子喝了口水 后面忽然有人喊了周宇一声 小宇 周宇回头 声音诧异 非非解 那人笑着问道 和同事聚餐 这声音听得有点熟悉啊 我忍不住跟着回头看了眼 正和对方视线相撞 哦 咖啡厅遇到的那个喊齐员 阿元的女人 她看到我 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两秒钟 周宇一应声 是啊 凭借我对周宇的了解 她好像不怎么喜欢这个女人 双方简单寒暄几句 黄楚波做事给我倒水 旁边有同事起哄 黄楚波 怎么只给月月倒水 不给我们倒啊 我皱皱眉 先一步接了过来 我自己来吧 谢谢 黄楚波笑了笑 倒也没坚持 好 我在回头的时候 那女人已经走了 楚飞 周宇扁扁嘴 她是一个世交叔叔家的女儿 就比我大两岁 但成天恨不得 以我表嫂的身份自居 我表哥不喜欢她 她还是坚持不屑 还总喜欢拿长辈交情来说事 确实 那天 咖啡厅她对奇人的心思 傻子都看得出来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奇人那张连摆在那呢 我赞同地点头 说到一半 又忽然觉得不对 今天怎么老是想到那男人 我摇摇头 把那些心绪都压了下来 那天和奇人说清楚之后 一切仿佛都回到了正轨 在公司碰到 除了正常的上下级工作交接 我们之间再没有任何多余的往来 这样好像也挺好的 我处理完工作 正百无聊赖地想着 忽然听到有脚步声传来 接着是一道陌生的女生 请问谁是李雪月 我差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走了过来 我是李雪月 请问一句话没说完 那女人走过来 一杯水泼到了我脸上 她的声音尖锐 勾引别人男朋友 很有意思吗 我完全懵了 以至于半点没能反应过来 周围所有同事 琪琪看了过来 场面死寂 其中不乏八卦和看好戏的眼神 我深吸口气 盯着她 确认这的确是一张不认识的脸 你说我勾引你男朋友 那女人冷笑 怎么 敢做不敢认 袁如玉 黄楚波冲了过来 神色慌张 你在干什么 她拉住袁如玉的手 就要往外走 这里是公司 谁让你来这闹事的 袁如玉一把将她甩开 一手指着我继续骂 是她先不要脸当小三的 我说几句怎么了 这居然是黄楚波的女朋友 她不是一直对外宣称单身的吗 我强压着心中的火 这里所有同事都能证明 我和黄楚波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麻烦你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袁如玉像是受了刺激 你们之间要是没关系 她手机里能有你的照片 还有上周二晚上 你们房都开了 以为我不知道 我看向黄楚波 黄楚波 你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照片 开房 这都什么跟什么 真看不出来她玩这么话 可这关我屁上 她说着哭了起来 黄楚波 我跟你三年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整个楼层的同事 都被吸引了过来 欣赏这一出大戏 黄楚波脸上挂不住 躲避着我的眼神 也不敢争辩 只强硬拉着袁如玉 正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嗓音 忽然从身后传来 这是在干什么 我下意识回头 齐元似乎刚从外面回来 身后 除了副总和秘书 还跟着一个人 楚飞 立马安静了下来 大约是她气场太强 连苦恼的圆如玉 都不由自主闭上了嘴 不巧撞上 齐元看过来的目光 她阴挺地眉皱了下 我这才想起 自己此时的狼狈模样 不知道哪里涌上的 肝大和难堪 令我飞速转回了头 其他人无所谓 可是被齐元看到 这样的场景 实在是太丢人了 随后齐元走了过来 一张纸金地了过来 手指骨节分明 白皙修长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的愤怒 忽然被难言的委屈取代 谢谢齐总 我低声道谢 接过了纸巾 还好那杯水是凉水 不然 齐元没再看我 而是望向了 袁如玉和黄楚波 眉眼之间 似是附了一层薄霜 现在有没有谁 来给我一个解释 黄楚波紧张又惶恐 齐总是误会 我这就带他离开 袁如玉哪里会停 他上前一步 整个人情绪失控 你是他们上司是吧 好 我正要来举报 你们这个叫李雪月的人工 道德败坏 插足别人感情 应该开除他 你说他勾引你男朋友 齐元不耐打断他的话 照片说明不了什么 另外上周二晚 他急性肠胃炎 我送他去的医院 也是我送他回的家 袁如玉猛然震住 齐元淡淡看了黄楚波一眼 嗓音清冷 我在追他 你觉得 他看得上你男朋友 齐元的语气很平静 但越是这样 越是令黄楚波难堪 两人站在那 对比太惨烈了 真的 且不说他们身份 与收入的悬殊 就单单是那张脸 黄楚波都是惨败 被碾压得扎都不剩的那种 尽管齐元只单单问出了这一句 其中所蕴含的意味 在场人却都清清楚楚 他和黄楚波 哪个女人瞎了 才会选黄楚波 人如玉脸色变换 视线不断在我和齐元身上 扫来扫去 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却又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至于黄楚波 更不用说 他急急过去 抓住了袁如玉的手 对不起齐总 我这就让他走 说完 他就死死拉着 袁如玉往外急不离开 袁如玉一开始 还试图反抗 但黄楚波显然也动了怒 脸色极其难看 袁如玉到底是个女人 哪里挣脱得开她的前置 两人就这么狼狈离开了 只剩下一众吃瓜群众 也是这个时候 我终于回过神来 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刚才齐元那一句 周围这么多同事都听见了 我脑子嗡了一下 因为 因为他这话说的实在 实在是太暧昧了 我看向他 望着他清俊的侧脸 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之前闹了那么大个乌龙 已经够对不起齐元了 现如今还在让他 陪上了自己的清白 齐元似有所觉 侧头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的一瞬 不知怎地 我心脏忽然跳漏了一拍 到了嘴边的 想解释的话 就那么卡在了喉咙 齐元顿了顿 道 跟我来办公室一趟 好的齐总 我也顾不上其他人了 满心忐忑地跟了上去 虽然我也算是 被无辜牵连的受害者 但这里总归是公司 刚才那闹得真是太难看了 阿元 齐元关上门 隔绝了楚飞的声音 办公室内十分安静 只剩下我和齐元 齐元在我身前一步之谣 站定 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怎么 我莫名紧张起来 另外似乎还带着几分 说不出的难受 我鼓足勇气率先开口 齐总 对不起 给公司添麻烦 抬头 我愕然抬眸 齐元近在咫尺 齐元又抽出一张纸巾 温热的手落在我脸上 他眼睫微垂 是极认真的姿态 声调一如既往的冷清 却又似乎染上几分无奈 没擦干净 不难受吗 隔着纸巾 他指尖触碰过的地方 像是燃起了火 瞬间燎原 胸口满胀的不知名情绪 像是在这一瞬上涌 完了 我是不是脸红了 一个合格的下属 怎么能让上司 如此余尊降贵 这个时候 我应该把纸巾 抢过来自己擦的是吧 可是那不就得 去握齐元的手 想到这我好像脸更红了 别的不说 他的手势真好看 睫毛也又密又长 鼻梁还这么挺 唇形也真实 在想什么 齐元冷不定问道 慌忙避开他的视线 我低着头慌张道 没 没什么 我总不能说 我刚刚在想 这样那样你吧 李雪月 你太没出息了 这种时候 居然还在想这些 齐元这人 虽然性格冷清骄傲 做事却是难得的细致体贴 尤其现在 好了 他终于退胎些许 我莫名松了口气 却又有些怅然 思来想去 只能再次道谢 谢谢齐总 他微微偏头 静静打量着我片刻才到 平常不是挺厉害的吗 刚才怎么任人欺负 这话好像不是在夸我吧 但我也不敢顶嘴 只能小声嗶嗶 我那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我跟黄楚波除了工作对接 闲话都没怎么聊过几句 谁知道会这样 齐元似乎笑了声 合着凶人的尽头 都用到我身上了 我仰脸就要反驳 却正好撞上 齐元看过来的目光 要说出口的那些话 瞬间被忘却 我知道我不该这样看他 可是好像不受控制 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般 唯有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敲门声忽然响起 打破了寂静中蔓延的暧昧 楚飞的声音 听来像是在竭力克制着什么 阿元 你们谈完了吗 差点忘了 外面还有那么多人呢 我清醒过来 稍稍后退 拾去的主动过去开了门 听周宇说 楚飞家里公司和我们公司 也有一些往来 他今天跟着齐元一起回来 应该是有正事吧 看得出来 楚飞的心情不怎么好 只扫了我一眼 就看向了齐元 声音温暖了许多 阿元 晚上去哪里吃 齐元一手插兜 神色淡淡 不好意思 没空 那明天楚飞 齐元的声线听来冷清 我以为那天在咖啡馆 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我没有时间 更没得有兴趣 和女朋友之外的人一起吃饭 突然被Q的我一脸懵 怎么这挡箭牌 保质期还挺长的 楚飞脸上勉强维持的笑容终于消失了 但下一刻他又偏头看了我一眼 似是早有准备一般挑了挑眉 冷笑开口 你说他 阿元 你真的不用这样 为了拒绝我 就随便找一个人来演戏 办公室内安静的落针可闻 我平住呼吸 对了 那天聚餐碰见楚飞 他肯定那时候就知道了 我们的确不是情侣 奇缘忽然开口 楚飞脸上浮现几分果然如此的得意 然而奇缘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令他的表情骤然僵在了脸上 他说 是我在追他 那一瞬间 楚飞究竟是什么神色我不知道 因为我脑子也被奇缘这句话 炸得一片空白 他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楚飞终于维持不住表情 转身摔门走了 办公室又只剩下了我们两个 我想走 可想到外面那些满是八卦的眼神 又犹豫起来 可是继续待在这的话 怎么不说话 奇缘忽然开口 我心一跳 他的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了敲 别装没听见 这么久的上司果然不是白当的 这男人总是把我拿捏得死死的 我反复斟酌 忐忑开口 奇总 您能不能给个准话 我这挡箭牌还得当多久啊 话音刚落 我就觉得整个办公室的温度都凉了下来 奇缘危险眯起眸子 你觉得我是在哪里当挡箭牌 不然呢 那您刚才说那些 一个猜想浮现心头 却又太过荒唐 以至于我不敢去细想 他就那么静静看着我 房间内安静的几乎能听到 那越来越快的心跳 良久他似是轻叹了声道 就不能是我喜欢你 所以我在追你 好像有什么在心头悄然炸开 指尖都酥麻 他偏头看向窗外 声音低沉轻缓 我之前没有追人的经验 那天之后我想了很久 想找一个合适的场合 挑一个合适的机会 完成一场完整的仪式 来告诉你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状况 心跳如雷 然而奇缘的每一个字句 却都如此清晰 他看了过来 黑色的眼瞳深邃 我不能看着你被别人欺负 胸口像是忽然被什么充斥 酸色又甜软 我眨了眨莫名酸胀的眼 这个人 奇缘等了一会儿 喉结上下滑动了下 所以你的答案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这一刻 我竟从他的脸上 看出了几分紧张 我终于想起什么 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说 我忍着羞涩 还是顺从了内心的好奇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是因为那一杯咖啡 还是那天晚上一起去的医院 亦或是后来的某个时候 他微微偏头 李雪月 那天相亲 我早知道是你 啊 我就知道 周宇疯狂摇晃着我的肩膀 激动不已 我说我之前说了那么久 他都不为所动 那天无意提了你的名字 他就点头了 早有预谋啊 这个男人 我身以为然 谁说不是呢 这种心思深沉的男人 还是留在家里 不要放出去霍乱人间的好啊 周宇开始畅想以后的美好日子 那郁郁以后就是我表嫂了 哈哈 那我以后在公司 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我开向电脑叹气 别想了 今天他还给我一份文件 让我整理 估计要加班 他充满同情地看我一眼 这什么男朋友啊 刚确定关系 就对女朋友这么狠 我自我安慰 没事儿 他得送我下班回家 四舍五入也是加班了 周宇竖起大拇指 啥叫榜样啊 您这就是 我懒得理他 继续搬砖 那天袁如玉闹过以后 很快就有消息流传出来 说黄楚波的确是出轨了 而且出轨对象 也的确是我们公司的 还不止一个 至于我的照片 就是那天聚餐他偷拍的 因为时间最近 被袁如玉看到 就误会了 闹成这样 公司他是待不下去了 以最快的速度离职了 而我和祁元 当然也就没有澄清 他那天说的那句话 毕竟是事实了 晚上忙完工作 祁元送我回家 我抬头往楼上看了一眼 想到最近经历 格外旺盛的发财 斟酌着 祁元 我们在一起 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应该进一步发展了 你觉得呢 他脸上闪过一抹诧异 玄机微微挑眉 这要巧 你也这么想 耶 我认真点头 你看 你带发财到处转转 提前培养一下感情 怎么样 祁元平静喊了我的全名 李雪月 我立刻警觉起来 我们一起也可以的 他顿了顿 虽然我们想法不太一样 但目的都是一样的 这样我答应你 你也答应我 怎么样 我连忙点头 没问题 然而下一刻 我看到他手上 不知道怎么多了的丝容盒子 一枚戒指 静静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我脑子一空 是不是太快了点 但这个钻戒 真的好大好闪 相亲的下一步 不就是结婚吗 他握住我的手 微凉光滑的戒指 缓缓套入无名指 旋即低笑一声 你刚才答应了的 不能反悔 好像说的也挺对 我红着脸 好啊 下一秒 他的稳落了下来 虽然顺序有点乱 但我家月月 一样都不能缺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